在满场的欢呼以及掌声中 菲律宾小姐梅根洋赢得2013年世界小姐的后冠 而当主持人在询问获胜辛勤时 菲律宾小姐更是激动的眼角 现年23岁的梅根在美国出生 10岁后回到菲律宾 是非国知名女星以及电视节目主持人 她同时也是今年世界小姐超级名模项目的冠军 决赛前呼声就很高 本届世界小姐选美比赛在印尼引发争议 部分伊斯兰团体认为 这项活动污蔑女性扬言要发动攻击 主犯那位因此不仅取消泳装比赛项目 并将决赛地点由雅加达 移到印度教徒比较多的巴厘岛 警方也派出700多名警力为安 总算让这场选美活动顺利平安的落幕